我们今天能出家,是件不容易的事,你看世界众生那么多,我们幸而能听闻到佛法,又有幸能出家,袈裟披身,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。 这是我们过去曾持佛菩萨名号的缘故,有这个因,才有今天这个果。 我们今天既然出家,就要知道佛菩萨的意思,看一些经典,像《金刚经》、《地藏经》等,了解十法界众生的状态。 知道各法界的众生是如何形成的,这样我们的行为才能有所医治,否则懵懵懂懂的不懂因果,出家了还像在家人一样,争名争利,护教高下。 这样下去,那么此生一过,人生也就难得了。 要知道,我们得了这个人生是要来修行的,是要过人生节的,看看能不能借这个人生来了生死,臣佛作祖。 不要再依这个人生,不要再依这个人生,再造贪嗔痴的业。 贪好吃,贪美福,贪享受,贪子女儿孙福,在六根尘中做梦,不知回头修行。 那么,这番人生过去,四身之中就有我们的份。 畜生道中,牛、马、猪、狗等,是我们人去做的。 恶鬼道,也是我们人去逃的。 乃至地域道,化生类,诗生类,一切都是我们这个心去造成的。 使法界中,一切都是依我们这个人生所造的各种业去形成的。 所以说,我们是在过人生节,由这人生可修行,臣佛作祖,亦可造业,多四身轮回。 我们现在出家了,就该依着佛法,找到一条修行的途径,看能不能由此超出生死轮回,脱离娑婆库。 有些人,瞧不起出家人,可是,要他们念佛,念没几句,就起烦恼念不下去。 甚至,听到念佛声,心中起压迫感,好像千斤的石头压在心中一样。 这就是没有善根。 出家人,看经书,可以了解佛菩萨的意义,而且要受戒,戒律很重要。 这是我们了生死的根本。 持戒忍辱是第一道。 要修苦行,粗衣淡饭,为常住,为众人服务。 做功德,才能开出我们的智慧,才能亲身体会佛菩萨的意思。 出家不是用六根形式。 用六根形式,人是生灭法。 六根分别,则有生灭。 有分别,生灭,即成五着恶事。 无分别,则无生灭。 世俗人沉迷于根沉的欲乐中,到最后难免先乐后苦。 而出家修苦行,虽然吃很多苦,但终究是先苦后乐。 看经讲法,如果自己不实修,还是他人的东西。 等于在属他人的家宝,仍然不能脱出生死牢。 万法归一宗,到最后还是要念奥弥陀佛。 念佛修苦行,才能就尽了生死。